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石头 8月1号 7月份终于过去了 8月1号是中共的建军节 在中共的建军节的日子里面 在这个时间点的背景之下 有关习近平中风的传闻被成功的压制之后 他却透显出另外一个故事 习近平跟军队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跟军队之间的关系 应该讲是打得如火如荼 以极端冷战的方式 打得如火如荼 我的看法是这样 在昨天晚上 中共国防部举行大型宴会 庆祝中共建军97年 没有任何军委 军委主席 军委副主席 中共任何高官都没有 只有单位 比如说这个什么 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 总这个部 总那个部 我就说这意思了 总装备部 可能现在翻号都不一样了 以军队中各大部委 他都给列全了 去举行的 由国防部 举行的这个大型宴会 连国防部长的名字都没有 那到底是一群什么 就是这山寨无带往 对不对 这个是这故事 那这个消息出在哪呢 出在北京日报 大家听起来回头 都觉得很蹊跷 出在北京日报 北京日报拍了照片 解放军报 和人民日报 放在最下面 无照片 无图像 而满版都是习近平三个字 没照片 没图像 没真相 习近平三个字 霸版 霸评 而建军的建军节 这一天的 这个庆祝大会 垫底 就像炒菜下小料似的 所以毫不掩饰 说句实在话 毫不掩饰 很公开的来表明 习近平跟中共军队之间的故事 那看不到张又霞 就是你看不到军方的 任何有机会出头的方面 那这是我眼睛里 这是另外一个佐证 真正习近平跟军队之间的冲突 和习近平今天很难说 他是什么状况 真的很难说 而且现在到底谁在主政 就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真假习近平 或者说到底有几个习近平 这是涛哥坚持的观点 在这个背景之下 就出了另外一个人 这条消息 是被习近平中风的消息 掩盖之下出现的 在中文的媒体中 甚至在西方媒体中 没有人注意 在中文的媒体中 也没有人注意 但这是习近平中风的 关键的解读 这是另外一个关键解读 这个人叫王少军 2016年被习近平提为中将 他是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 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 可以拿着枪 跟习近平面前耀武扬威 带着子弹 是这么个家伙 中共联合参谋部警卫局局长 那他为什么有去呢 也不叫有去 他今年只有67岁 那在中共这样的年龄当中 67岁不是一个 逼迫退休的年龄 在7月24号 习近平盛传中风 政变的消息的过程中 那被公布 这哥们死了 这哥们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病死的 突发疾病而死 什么病不说 没人知道 人家说 涛哥是不是中共病毒 可能是 可能不是 但问题出在哪儿 他是7月24号宣布他死亡 他实际死亡的时间 是4月26号 4月26号死亡 那个时间的前后 是中共宣布七中 这个三中全会 要开会的时间 同时那个时候 宣布本身 两任国防部长 被拿下 开除党籍 李商富 为奉河 是这么一块来的 那这个一块来的 故事就不一样 中央警卫局局长 在4月底 死了 习近平完全全被 全给他掩盖了 在习近平自己 中风传闻的时候 才跟着大家伙说 他死了 在1976年的时候 为什么在7月24号 出这故事呢 在习近平批中风 习近平在批谣的时候 是7月20号露面 在越南大使馆 等到7月24号 就网络上盛传 说你要想起 当年的四人帮 对不对 当年的四人帮 是1976年 10月4号 10月6号 那当时呢 汪东兴 李先念 棒着华国锋 然后说要开会 然后把那四个人 给整了一块 然后中央警卫局的人抓 谁干的呢 汪东兴 汪东兴 当时是中央警卫局局长 汪东兴 原来做过毛泽东的 这个身边的 就是警卫局局长 所以就跟他的位置 是一样的 那中央警卫局 大概一两万人 所以他就 他就野战军 根本就踏不上边 所以就在里头 就把他们全给扒了 带枪 有真相 有大枪 有小枪 有没有坦克 咱们不知道 按道理说 应该有装甲车 装甲兵啊 坦克这些可能都有 所以这是等同的 在7月24号的时候 网络上就出现说 你想想当年的 当年的这个 死人帮 就是先抓了 错后了 然后再公布了 有这么个铺垫期 而这个铺垫期呢 是毛泽东死了 9月9号死了之后 一个月之后抓他 这故事就这么讲的 所以在故事这么讲的时候 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 被宣布死亡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跟你们说 对不对 你想找汪东兴那局 已经被我给杀了 他习近平就是暗语是这个 这个人没了 你找谁去 我已经下手在先了 我知道你们要对我不利 那习近平讲这话 就是这手活干谁 干掉想 谋反他的人 对不对 谁在谋反他 他故事就这么一圈的 那党政军 上上下下 全是反习的 各方势力 对不对 全是反习的 那有人就传言说 他呢 是曾经抓过习近平 在这个习近平出访 回来回到这个南原机场的时候 现在不叫南原机场 南原机场就是 就是北京的军事机场 结果呢 中央警卫局局长 带着两百多人 把习近平给扣在那 说来自于江家势力 胡锦涛的势力 什么就whatever 那后来呢 这哥们手软了 就是真跟习近平 胡锦涛手软了 跟习近平谈判 谈判呢 以为就如何如何 结果任习近平又 又调来野战军 就应该是中央军区的野战军 一个坦克师 把这个南原机场给围了 所以就把这小子就给杀了 他讲的是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我个人不太敢相信 就是传闻了 但是呢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 这是确认的 所以这个确认的方式 代表着习近平跟军方 完全势不两立 而在势不两立的本身上 却出现了习近平身边 最身边的人 最身边的人 他是不是习近平给杀了 或者说 是不是他真的想杀掉习近平 这是真是应对了 在推背图第46图吧 对吧 什么东边藏着剑 勇士拥后宫 可能是这个 一直张又霞的传言 是这么说的 那有很多人也说 张又霞没有军权 他带不了兵 这个我个人也承认 你现在目前来讲很难的 但是中央警卫局局长 杀掉习近平 是完全可以的 完全可以 这就是一个基本大的 我要跟大家分享 基本大的框架 习近平中风 没中风 以这样的方式 就放在这 但是中央警卫局原局长 他一手提拔的中将 莫名其妙的死了 死了之后 莫名其妙的在他 中风期间宣布死亡 往后拖了三个月 这一定是有原因的 他公布的原因 不是给你我看的 他公布的原因 是给中共内部 真正要习近平命的人 告诉他们 你们所委托的 要杀我的人 被我给杀了 这是真正如何如何 你让我解释是这样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来历 这条消息 是几天前的一段故事 他大概讲述了 这是消息比较确实了 7月24号下午 突发新闻 中共中央办公厅 原副主任兼警卫局局长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警卫局 原中将局长 兼中央警卫团团长 王少军突然逝世 那享年67岁 然后随后几个小时 这个消息 其实确实没有流传起来 然后就这么有着不同的报道 一种报道是说 可能他的家人 王少军家人 无法接受 那在网上曝光之后 表示哀悼 但更多人觉得很好奇 是不是染了中共病毒 那就是还是打这造成的 那官方是7月24号公布的 说医治无效 什么样的病 不知道 然后有人就找到 王少军的公开的一些活动 在公开的活动当中 王少军显示着非常简单的 普通的简单的人 这是被人找到的 王少军的近兆 应该讲说 你看不出他有任何毛病 那感觉上 这个地方感觉上 在北京 比如说十三陵水库 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因为那个水库 应该我出国二十多年 它也不会改变太大 去十三陵玩 那十三陵水库 应该是可以 是可以考虑到的 而这个时间点 从他的穿戴衣服 和背后的衫 背后的衫是没有什么绿的 你要说四五月份 三四月份 是非常可能的 当然这些 我们完全是一种猜测了 在这篇报道当中 他就提到网友们的质疑 官方公布七月二十四号 而王少军去世的时间 四月二十六号 间隔三个月 为什么 令人很费解 那我刚才就跟朋友解释了 原因为什么 这里面就讲述了 王少军 他说 家属希望低调处理 而这与王少军将军 生前的低调性格相符 那在第一时间公布消息 69年王少军入伍 75年入党 从底层一步步上来的 他是最底层的 排长 连长 营长 大队长 参谋长 副团长 然后08年升为少将 08年升为少将 这是什么年代 江泽民的年代 他进入将官 跟不是将官是不一样 而江泽民的年代之后 事隔八年 2016年升为中将 所以应该把他解读成 那他应该是习近平 当初最信任的人之一 否则的话 不会成为这个故事 而这个故事的背景呢 恐怕就跟当年的魏凤和等人 有关 因为魏凤和是习近平上台之后 第一时间提升为上将 这个 我们前后的时间点可以这样 所以这里面就提到说 这是中央警卫局的人 基本的背书背景就是这样 在基本的背书背景之后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张照片 这是八月一号的军报 今天的解放军报 习近平 然后他说习近平出席 中央国家机关三中全会精神报告 你要知道啊 这个三中全会 18号结束 8月1号他才开始出席 由蔡奇陪同 这里突出过蔡奇 我们节目中说的 没有蔡奇没有习近平 然后他就蔡奇就出来 那挺逗的 真的挺逗的 习近平在政治局 第16次集体会议上强调如何如何 习近平回信勉励 叫强军精武红四连 求实杂志习近平重要文章 那新时代新长征 建军科学指南习近平 最脚上出了一个套红字 国防部举行盛大招待会 庆祝建军97年 里面他提到说 中央军 在这里他提到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长刘震丽 然后苗华以及张生民 出席招待会 那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致辞 没有任何照片 什么意思 最最可能的弱化他们 同时跟习近平平衡 上面的习近平参加了这么多会议 没有一张照片 包括跟蔡奇陪同的 那下面的军队就不能出现照片 这是军报啊 你的朋友不信你可以自己查 这是人民日报 这是今天的 前面都是一样蔡奇陪同出席 排版都是一样 回军完全都是一样 然后在头版上 没有军队的消息 完全没有 那在另外的 另外的报道当中 在另外的报道当中 我跟朋友分享一下 这是来讲述了别的媒体的本身的引述 人民日报 国防部举行盛大招待会 97周年 在人民日报当中说 中央军委 联合参谋长 刘国立 苗华等等参加 然后里面同样是没有任何照片出席 那也就变成了 在第97年的招待会上 完全是军委自己的故事 习近平跟军队之间是对立对冲的 我想分享的是这么个概念 有些人去对比了2022年的照片 2022年当时的照片 习近平政治局常委 包括当时的王岐山 全都出席了 那里面有一个原因 因为中共把逢武一小庆 逢十一大庆作为关键 就是95周年叫一小庆 那如果90周年叫做一大庆 这是没错 但我们现在看到 如果对比整个中央警卫局局长出事的话 我愿意把它作为 习近平跟中共军队完全对立的标志 那后面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蹊跷蹊跷的故事 在7月24号公布中央警卫局局长出事 与习近平中风有关 在半个月之后 习近平开始大肆宣扬习近平 参加三中全会的内容 也不知道谁把谁当傻的玩儿 对不对 而且永远是蔡奇陪同 真能整 让大家拭目以待 大家看最后怎么去爆盘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